娱乐中心综合报道陈怡与史书华因为业配商而互杠 翻设字脸书 网红陈怡与盾牌一史书杠上 双方互在各季脸书开炮 陈怡最后直接走 绿途径 告史书华违反公平交易法不当竞争 日新北地减署才开侦查亭 陈怡今24日再次贴文在史书华 只因为业配让自己赚很多钱 意外曝光的收入 陈怡与史书华的纠纷 起因与史书华遭 一发起团购的消毒喷雾枪是中国制 对此史书解释 自己卖中国制造 但不卖中国品牌 却被陈酸说谎 并揪出产品连型号都是超中国史书化 反枪陈怡靠仇恨直开团 业配的除陈卖阿姨保驾 让陈怡觉得商欲受损决定提告 陈怡今日脸书表示 史书华一直跳针说 他变成团购主 是为他一直攻击对方当牙医收入低 陈怡解释自 才被史书华攻击没有专业 只能业配赚钱 他也应对方行行出状元 任何职业都是专业 都值得尊重 强调业配让我赚很多钱 可能是牙医月收的好几倍 陈怡史书华两人隔空护杠 图资料话 陈怡接着说 史书华为了资源其说 硬挖说他开 是因为要证明他能卖比他好 才不是为了要赚 是要做公益 结果说好开团做公益要捐钱 却款不明 再出来硬拗说 他是部分捐 不是全部 他也 咦 部分是多少也不知道 超向路边卖爱心比纳 用工益还有台湾价值情绪勒索你买东西 话锋转 陈怡又提到最近自己在做的慈善二手拍卖 得不扣除成本 全数捐赠工益团体 我想真正的 付自由不缺钱是像我这样 贴文曝光后也引来 有留言牙医能做到一直开团购 也是很神奇 我看牙都觉得他们很忙 上次我的牙医还迟到 因在赶场 他团购还在脸书铺天盖地打广告我受了封锁解决 看他一直凹也是肿了去